工廠倉庫火勢猛烈一发不可收拾 整间仓库陷入火海 消防队员获爆立刻前往抢救 但你来看现场画面 消防队员抵达马上布水线灌旧 火警发生地点就在高雄仁武区 金钟五街的一间工厂仓库 突如其哀的火警也吓坏附近居民 当时工厂员工一早就闻到烧焦味 但一直找不到味道来源 结果隔没多久就发生火警 火势延烧整间仓库 仓库几乎被烧毁 但你来听稍早员工怎么说 这间工厂专门制作满河物品 仓库就是堆放地点 好在火警没有人员伤亡 好端端的为何电线走火 详细起火原因 火调人员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大家可以 谢谢大家